时隔六年,蛇诗曼又回到香港TVB拍戏了。 在内地打拼多年,蛇诗曼凭借《沿喜攻略》里的皇后, 并编不是海棠红礼的范香儿等角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可以说是发展得很不错,口碑也很好,名利双收。 谈到自己这次再次选择回香港拍戏的原因, 蛇诗曼在香港一访谈节目中透露, 自己曾参加过一档大陆真人秀, 但节目的拍摄手法让他很不适应, 尤其是随处可见的摄像头, 更让他有一种崩溃的感觉。 有一次,蛇诗曼只穿着底裤外出, 结果被摄像机拍个正着, 令到他心态一下子就崩了。 当时我发现了摄像头之后, 立刻和他们节目工作人员说, 我刚才没穿裤啊, 自从这件事之后, 我就进入了惊弓之鸟的状态, 在家里出入处处都小心翼翼, 这个状态维持了两个月直到节目结束, 整个过程都好辛苦, 所以结束之后他当时就发誓, 不会再接这种综艺。 采访中虽然没有透露自己拍摄的是哪个真人秀节目, 但查阅他的资料能够看出, 很有可能是生活观察类综艺看我的生活。 节目中蛇诗曼要展示自己独居的生活状态, 采访内容曝光后, 蛇诗曼遭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 大家都知道, 最近十多年来, 内地发展迅速, 薪酬比香港高很多, 不少TVB老牌艺人都跑到内地发展, 像蔡少芬、 王祖兰、 罗嘉良等知名艺人, 不但在内地赚得盆满钵满, 还购置了多个房产, 甚至有长期居住的打算。 特别是对于艺人来说, 综艺比拍戏更轻松, 短时间就可以做收上百万。 难怪网友不能共情, 还将其骂上热搜。 有人表示蛇诗曼自己的普通话不是特别好, 所以表达的意思让大家有点误解了。 也有人认为蛇诗曼这是吃完饭就砸碗的行为, 真的是有点不厚道。 甚至有人质疑蛇诗曼是两面派, 签了合同,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好好工作, 而不是在内地赚了钱, 回到香港却大肆吐槽。 看来这次叫苦行为失策了, 属实有点搬石头砸自己脚, 十分不理智。 谈及蛇诗曼的演员之路, 有迷茫有曲折, 是一部逆袭剧。 五岁时, 父亲遭遇车祸去世, 有两位兄弟的蛇诗曼不得不学会打理家里的大小家务史。 后来, 在妈妈的推荐下, 她报名参加香港小姐比赛。 凭着端庄大方的形象和高情商, 她一路挺进三强, 并拿下了继军。 当年前三名冠军翁家岁, 亚军李明慧都被无限牵下, 成为力捧的对象。 初入演艺圈, 蛇诗曼相貌并不算出众。 冷知识, 刘嘉玲, 张曼宇, 吴君如, 蛇诗曼被誉为香港四大丑女, 好不容易担任雪山飞狐的女主苗若兰, 还被观众嫌弃她积载声, 面瘫, 演技差。 为了磨练演技, 她压缩睡觉时间一遍遍练习缺陷, 抓住机会就向前辈请教。 拼到一年拍五部戏, 每天拍十八个小时, 三年只休九天假, 老天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努力的人。 几年下来, 蛇诗曼凭借自然不做作的演技, 成为TVB历史上第一个双料时候, 蛇诗曼深知, 演员在不同的阶段, 都会遇到相应的问题。 刚开始不会演戏, 迷茫, 会有一些不好的评论, 努力后有了进步, 就会有一个嘚瑟的阶段, 有点自以为是了, 但是很快又会有一个瓶颈。 2006年, 蛇诗曼拿到双料事后后, 开始学会放慢脚步, 停下来想一想自己还想要什么。 经过两年的深思熟虑, 蛇诗曼决定离开自己熟悉的舒适圈, 出去闯一闯。 从开始的高不成低不就, 一度被港媒嘲笑为 北上发展最差的花旦, 到后来成功用作品演习攻略 打开大陆市场, 事业达到新高度。 今年年初, 异讯真人秀无限超越班频频上热搜。 在节目中, 蛇诗曼以当年金之玉捏中耳纯的造型示人, 让网友无不感叹, 岁月不败美人, 跟当年一模一样。 现如今是双料事后的蛇诗曼, 在此之前却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 1975年, 蛇诗曼出生在香港一个小康家庭, 生活非常幸福, 只可惜原本幸福安逸的生活, 却因为一场意外的到来而变得支离破碎。 在他五岁的时候, 父亲因为一场车祸撒手人寰, 从此阴阳两格。 虽然年纪不大, 可作为家里的长女, 蛇诗曼仿佛一夜长大, 为了养家糊口, 妈妈不得不更加卖力地工作, 而斗士的蛇诗曼也挑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 在妈妈的努力下, 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 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1993年, 18岁的蛇诗曼前往瑞士读书, 学习酒店管理。 回到香港后, 长相俊俏的蛇诗曼被妈妈推荐去参加香港小姐比赛。 妈妈觉得蛇诗曼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 只是在性格方面不太自信。 参加比赛, 哪怕没有名字也可以帮助她建立自信心。 在妈妈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蛇诗曼也决定挑战自己, 参加香港小姐比赛。 当年的香港小姐比赛可谓是神仙打架, 参加的选手不是身材窈窕的名模就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 竞争十分激烈, 与其他人相比, 蛇诗曼不但没有优势, 反而显得逊色不少。 但蛇诗曼也不着急, 毕竟她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名次, 而是锻炼, 所以无论是展示环节还是问答环节, 蛇诗曼都不紧不慢, 显得十分沉稳, 特别是在问答环节, 蛇诗曼的表现堪称完美, 端庄大方的形象得到了很多观众的支持, 成为当年选美的黑马。 就这样, 蛇诗曼一路过关斩将, 拿到了第三名, 成为继军, 而冠军是大美人翁家瑞, 亚军则是李明慧, 无庸置疑, 三人都被吴县牵下, 成为力捧的对象。 后来冠亚军飞闻满天飞, 吴县将原本属于翁家瑞, 李明慧的资源通通给了蛇诗曼, 简直就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拍摄首部电视剧明天不一样, 蛇诗曼就担任了女二的角色, 搭档陈法荣, 黄日华等当红新星。 2000年, 蛇诗曼终于迎来大丰收, 他搭档张志玲主演的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 一上映就好评如潮, 收视率更是一路狂飙, 最终成为了年度冠军, 还刷新了香港电视的收视记录。 他扮演的祝军豪, 更是一度成为无数男观众的梦中情人。 凭借该剧, 蛇诗曼收获了众多奖项, 也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从备受质疑的新人一跃成为了当红女星。 趁热打铁, 蛇诗曼又相继出演了《碧血剑》《以天屠龙记》、 《九诗故香醇》《帝女花金之玉孽》等佳作, 口碑和收视双丰收, 多次夺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奖》等含金量极高的奖项, 成为TVB当之无愧的一剑, 后来更是凭借凤凰四重奏成为双料影后。 然而, 人红是非多, 作为TVB一剑, 外界到处都是蛇诗曼的绯闻。 跟张志玲拍摄十月初五的月光后, 媒体爆出两人音隙声情, 甚至更是传言蛇诗曼介入张志玲和袁咏仪的恋情。 众所周知, 当时的张志玲已经跟袁咏仪恋爱九年, 早就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突然出现一个蛇诗曼, 脾气火爆的袁咏仪哪受得了这种气? 幸亏, 在演唱会上,张志玲用一首歌跟女友做了解释, 把袁咏仪感动的鼻涕直流, 两人也快速结婚。 张志玲结婚后, 两人的绯闻也烟消云散了, 可媒体依旧没有放过蛇诗曼, 很快发现她跟陈浩鸣关系不简单, 两人合作多次, 而且多次扮演情侣。 在港圈, 陈浩鸣是公认的情长老手, 辽媚技术早已炉火纯青, 蛇诗曼哪是对手, 没几回合就被俘获了芳心, 为了立正自己的观点, 媒体还直接爆出了两人的通话对话, 直接成为了头版头条, 对话尺度非常大, 让不少吃瓜群众惊掉下巴, 没想到女神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当然, 作为男主人公, 陈浩鸣立马站出来怒批媒体无下线, 听取别人的隐私, 只可惜, 这一回应不但没有帮蛇诗曼摆脱舆论, 反而间接承认了两人的恋情, 男人永远不会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个森林, 更别提示陈浩鸣这样的绝世好男人了, 恋爱四年后, 两人还是以分手告终。 紧接着, 蛇诗曼跟小四岁男演员吴卓熙传出了绯闻, 为了讨好小男友, 蛇诗曼更是不惜送上名表和豪车, 吴卓熙莫名带上了软饭王的标签, 作为男子汉, 吴卓熙当然不愿意被别人喊软饭王, 虽然胃不好, 但也不能让满天下的人都知道了, 为了摆脱软饭王的标签, 吴卓熙想到了一个绝世好方法, 主动将蛇诗曼让给了好兄弟郑佳颖, 郑佳颖也是来者不拒, 很快就跟蛇诗曼找到了感觉, 然而, 让蛇诗曼没想到的是, 相比吴卓熙, 郑佳颖更加没有担当, 两人正准备约会, 南方开车来接他, 结果刚好碰上媒体, 为了避嫌, 郑佳颖居然将蛇诗曼踢下了车, 让他独自一个人在大街上吹冷风, 这一举动, 彻底伤透了蛇诗曼的心, 两人的恋情还没官宣就结束了, 被港圈男人伤透心的蛇诗曼, 决定转战内地, 凭借一如既往的拼命和影后般的演技, 蛇诗曼很快就在内地站稳了脚跟, 相继送上了使徒行者, 《颜喜攻略燕云台》等优秀作品, 深受内地观众的喜爱, 作为演艺圈公认的拼命三娘, 在事业上, 蛇诗曼拿奖拿到手软, 代表作品也高达十几部, 可在感情上, 承认前任超过十个的他, 却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 已经四十岁的他, 回头依旧是孤身一人, 可能在蛇诗曼心中, 最喜欢的事情依旧是工作, 事业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和成就感, 爱情早已变得无关紧要, 不管怎样, 还是希望蛇诗曼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